勇达技术学院爆出来积欠老师薪水啊 五年下来高达一亿三千万 现在还传出停招学生 过两天就要开学了 除了老师被逼退 学生到现在连课都还不能选 痛批教育部不顾师生的权益 教育部主席 教育部主席 二十几名勇达技术学院师生 半夜包车从屏东北上 到教育部前举气抗议 要求教育部长踹贡 因为解心欠心 加上传出停招 让师生都火大 教育部纵容大学 逼退老师之前 原来在劳动条件恶化的状况之下 勇德老师已经不断的被学校逼退了 从教师从两百多人 到现在变成不到七十个人 今年七月底又被逼退了二十几个 老师被逼退 高教工会提出诉求 要教育部清查各学校的财务状况 应勇达五年来 减薪欠薪高达一亿三千万 不仅老师卷铺盖走人 学生再过两天要开学 却到现在连课都没得选 很多学生现在下礼拜一就要开学了 选不到课 选不到课 学生受教权不晓得怎么被保障 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有特殊的情形的话 开学往后延只要是这个有适当的理由的话 也不是不行 此话一出引发抗议师生不满 距离开学只剩两天 又传出勇达宣布停招 罔顾师生的权益 开学在即 师生人心惶惶 不仅控诉校方 更要教育部负起责任 迅速接管学校 协助清偿的欠薪 还有还给师生安心的校园生活 中间新闻吴嘉文 少芋米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